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道德与法治课堂 我是北京市十一学校龙岳实验中学的吴立娟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生活在新型民主国家 说到民主,历史上有一段经典对话 延安窑洞队 1945年7月初 毛泽东邀请黄延培到他住的窑洞做客 黄延培直言 我生六十多年 耳闻的不说 所亲眼看到的 真所谓 其兴也博眼 其王也忽眼 一人 一家 一团体 一地方 乃至一国 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都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正息 毛泽东提到的民主一词 在中国最早出自上书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 正德其民 以百姓心为心等民本思想 是中国民主价值追求的重要思想源头 在现代社会 民主是相对与专制而言的 一般来说 民主在价值上 要求大多数人当家做主 民主价值的实现 要靠民主形式和民主制度的建立 一个国家选择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 取决于它的具体国情 中国民主政治的起点 是外来殖民主义侵略 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 在挽救民族危机 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 产生了民主政治的诉求 出现了最初的民主实践 1840年以来 抗击侵略 反对专制 救亡图存 争取民族独立 伸张人民权利 成为当时中国人民的最强心声 这是三位近代思想家 政治家 救亡图存的民主思想 请同学们阅读材料 结合时代背景 说说你是如何看待 这些民主思想的进步意义 和历史局限性的 首先 我们分析一下 这些民主思想是什么 有什么进步意义 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 郑观应指出 想要推行公平法治 最重要的 莫过于壮大国家的势力 想要壮大国家的势力 最重要的 莫过于赢得民心 想要赢得民心 打通下听民情的渠道 最重要的 莫过于设立意愿 即实行君主力限制 维新派人物梁启超认为 国家的强弱 是因为是否实行民主制度 君主制度是王权 是专制的权利 民主制度是公权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认为 一个国家 国民应该成为国家的主人 统治权由国民来把握 而实行统治权的人 由选举产生 来商议国家大势 如果能够按照这样的方式 由国民来管理国家 慢慢发展 民权渐渐发达 人民觉醒 那么真正的人民的国家 值日可待 通过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三位近代思想家 政治家 救亡图存的焦点 都集中在实现社会结构的改造 和建立国会 设议院等方面 这是民主形式的变革 相对于专制而言 确实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同时 我们也发现 这种变革并没有触动 旧的社会根基 这是其历史局限性 请同学们观看视频 壮丽七十年 时间都知道 中国式民族之路 片段一 了解近代中国人民追求民族价值的历程 一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为了实现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进行的民主探索 在任务单对应位置 记录下 中国式民主之路的关键词 近代以来 为了救亡图存 各种政治势力 及其代表人物 纷纷登场 围绕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和政权组织形式 提出各种主张 给出各种方案 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 议会制 多党制 总统制 等各种形式 都先后失败了 在长期的探索和斗争中 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 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 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 旧式农民战争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 民主主义革命 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 各种方案 都不能完成 中华民族救亡图存 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都不能为中国 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 提供制度保障 1948年5月1日 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 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和政党制度建设 揭开了新的一页 壮丽70年 时间都知道 这趟行程 我来到了河北省复平县 在禁察记边区革命纪念馆 我们找到了当年五一口号的内容 在上面还可以看到 毛主席当年亲笔山改的痕迹 一共23条 其中第五条 尤为醒目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各社会贤达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策 1949年9月21日 在中国共产党民主建国 协商建国的响亮号召下 350多名海内外各界民主人士 齐聚北平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 同中国共产党一起 共商民主建国大业 事实证明 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 各种明目的改良主义 就是农民战争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 旧民主主义革命 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 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旧王图存 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都不能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 就以争取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为己任 从江西瑞金的红色苏维埃 到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 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不断探索 适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 民主实现形式 金豆豆 银豆豆 豆豆不能随便投 选好人 办好事 投在好人碗里投 这首质朴的民谣 反映的是抗战时期 陕甘宁边区 开展民主选举的生动场景 一粒粒小小的豆子 承载着人民当家做主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 历经千难万险 付出巨大牺牲 1949年 新中国成立 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 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中国革命的胜利 就是人民民主的胜利 自新中国成立 七十多年过去了 中国到底走出了一条 怎样的民主之路呢 请同学们继续观看视频 壮丽七十年 时间都知道 中国是民主之路 片段二 在任务单对应位置 记录下中国是民主之路的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后 1954年6月16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社论 在全国人民中 广泛地展开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群众热情高涨 热烈地响应 在当年 一场大洪水 导致一些公路和桥梁被阻断 很多信息 没有办法反馈到北京 毛主席还专门派飞机 前去收集 写有群众意见的纸条 一共收到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书 118万张 涉及到宪法草案的每一个条款 1954年9月15日 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开幕 这一天 从白山黑水 到天涯海角 从东海之滨 到帕米尔高原 1200多名代表 带着六亿中国人民的嘱托 齐聚北京 共商国事 当时的报纸曾评论称 这种机会 中国人民哪里有过 这是中国的大喜日 六亿人民心上开了花 9月20日 会议全票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史称五四宪法 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 正式确立 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 逐步建立 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历史证明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是一种新兴的民主 它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 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 具有强大生命力 回顾历史 中国式民主之路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有四个词 第一个词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这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也是人民掌握国家政权 行使权力的根本途径 说到政治制度 同学们一定想到了 另外三项基本政治制度 其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强调通过充分协商 求同存益 找到最大公约数 划出最大同心源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实现民族平等 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 基层群众资制制度 发展基层民主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人民当家作主 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 一句空话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和基本政治制度 有效地保障 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二个词 共商国事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这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我国人民可以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面向全体人民征集意见等 多种途径 推动人民内部各方面 在决策之前 和决策实施之中 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 这就是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通过选举代表 投票表决等方式 保障人民行使民主权利 这就是选举民主 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 是两种重要的民主形式 第三个词 人民当家做主 在党的领导下 人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民主主体和民主权利广泛 通过法律 制度和物质 保障人民权益充分实现 途径畅通 合理高效 人民的意愿得到充分反应 人民的合理要求 得到充分实现 人民的合法权利 得到充分保障 人民的创造活力 得到充分激发 所以社会主义民主 是保障最广大人民利益的 最广泛 最真实 最管用的民主 人民当家做主 是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本质特征 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 价值追求 民主制度 民主形式 民主价值 是民主的三个层面 它们之间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 其中 民主制度 是民主形式 和民主价值 实现的制度保障 民主形式 则是民主制度运行 和民主价值 实现的重要途径 民主价值 则是民主制度 和民主形式的 价值追求 第四个词 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 一个国家民主的内容和进程 无不通过宪法 得以体现和反应 1954年通过并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第一部宪法 为我国后来的民主建设 与制度建设 奠定了基础 经过曲折发展 1982年 我国制定了 现行宪法 为适应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实践需求 现行宪法 经过五次修正 把适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每年的全国两会 是群众意见建议 最为集中的表达 那么两会是怎么反映民意 集中民智科学决策的呢 我们以2020年5月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为例 请结合图片分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是怎么反映民意 集中民智 科学决策的 两会前的5月 李克强总理 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 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 意见建议 体现了决策前充分协商 大会期间 各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体现了决策中充分协商 最后投票表决 一致通过了反映民意 集中民智的政府工作报告 这个民主实践过程中 既强调选举民主的作用 又注重发挥协商民主的优势 两种方式相互补充 相得益彰 保证了过程民主 和结果民主 形式民主 和实质民主的统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 民主协商渠道更加通畅 人民还可以通过网络 向政府部门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反映问题 表达意愿 建立健全网络协商方式 有利于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 科学性和时效性 民生小事 就是党和政府的大事 梳理2020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民生清单 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新冠肺炎疫情 严峻挑战下 中央千方百计 保民生的强烈政策信号 实践证明 社会主义民主 有助于推动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实现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和谐稳定 国家繁荣富强 一度贫弱的大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走出了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新型民主道路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是 人民当家做主 根本目的是 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同学们 参与民主生活 感知民主价值 增强民主意识 做合格的公民 你准备好了吗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倾听 再见 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道德与法治课堂 我是北京市十一学校 我想了他们的学习和身心健康 于是小泽拨打市长热线电话 反映这一情况 不久 这家网吧被依法取缔了 请思考问题 你怎样看待小泽拨打市长热线电话的行为 小泽还可以采取哪样的方式反映问题 小泽拨打市长热线电话的行为 是积极参与民主生活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 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渠道很多 小泽还可以通过向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反映问题 采用书信 电子邮件 电话走访等形式 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 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反映问题的 从小泽的势力中 我们可以看出 公民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 也是公民的一项权利 这是公民参与民主生活的必要性 公民依照法律法规 通过各种途径 以不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实现民主权利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这是公民参与民主生活的内涵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 规范化以及程序化建设 这是公民参与民主生活的要求 随着公民参与民主生活的形式不断丰富 民主参与的直接性和有效性 也在不断增强 请同学们观看图片 这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四个场景 图一 公民有序投票 体现了民主选举的方式 而有序就是要遵守法律 依照规则和程序参与 图二 参加职工代表大会 体现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 单位职工可以通过参加本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 行使民主权利 图三 政协委员调研体现协商民主 民主监督等方式 政协委员还可以通过观察 专题调研等方式 了解涉情民意 图四 依法信访 体现了民主监督的方式 公民可以通过依法信访的方式行使民主权利 信访是指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组织采用书信 电子邮件 传真 电话 走访等形式 向各级人民政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 提出意见建议或者投诉请求 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同学们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在现代民主和法治国家 公民行使民主权利是公民意识的体现 公民参与民主生活 行使民主权利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下面我们具体学习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形式 包括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某社区正在开展社区居委会 换届选举工作 需要本小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 从7名候选人中 投票选举5名社区居委会成员 在本次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过程中 同学们需要明确两个问题 一 从居民投票角度 享有选举权的居民 直接投票选举 这是直接选举 从候选人的角度 7名候选人中选举5名社区居委会成员 这是差额选举 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 都是民主选举的形式 民主选举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利的 一种重要形式 从选民角度 看民主选举 在社区居民中 直接选出居委会成员 是直接选举 还有另外一种对应的选举方式 间接选举 在我国 人大代表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不社区的市 市市市区区县 县自治县 县民族县 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由选民直接选举 这是直接选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社区的市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这是间接选举 从候选人角度来看 民主选举有差额选举和等额选举 由上途可知 等额选举是指候选人数和应选人数相等的选举 而差额选举是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选举 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 需要居民投票 在投谁一票的问题上 你是怎么想的 有人认为谁能给我带来好处 票就投给谁 有人认为谁跟我关系好 票就投给谁 有人认为谁有能力 票就投给谁 还有人认为谁弱势 票就投给谁 同学们 你同意上述说法吗 说说你的理由 与同学讨论交流 谁当选都和我没关系的观点 是民主意识不强 不积极 不主动参与民主选举 不珍惜民主权利的表现 在参与投票选举的过程中 以给我带来好处 跟我关系好 谁若是票就投给谁 作为投票依据的行为 会导致选举结果 不公平 不公正 也是对自己神圣选举权 不尊重的表现 谁有能力 票就投给谁的观点 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 作为候选人 除了能力必备外 还要考虑候选人的品德修养 所以 如何投出神圣的一票 既是维护自己的民主权益 也是公民民主参与意识 及参与能力的具体体现 我们应该理性 科学的参与投票选举 要坚定信念 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 民主选举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利的一种重要形式 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形式有多种 如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 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等 但不管采用哪种选举形式 都应遵循公平 公开和公正的原则 同时啊 公民要积极主动理性的参与民主选举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 公民积极参与民主选举 是主人文地位的体现 请同学们结合图片 讨论为什么要举行定价听证会 听证会制度从哪些方面保障呢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并将其内容填写在任务单相应的位置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出行 离不开公共交通工具 因此 公共交通价格的调整 关系到全体公民的切身利益 而政府定价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就是价格听证会制度 依据价格法的相关规定 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 公益性服务价格 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 等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时 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 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 征求消费者 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论证其必要性 可行性 类似公共交通价格调整 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 政府部门需要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是公民民主参与民主决策的途径之一 图片显示 通过公共交通价格调整听证会 将消费者、经营者、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人员 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等人员 召集在一起 广泛听取公众意见 获取信息 作为价格调整的重要依据 从广泛的公民参与 到决策方认证听取各方意见 集中明智 促进决策的科学化 这体现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民主决策是保障人民利益 得到充分实现的有效方式 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 要求保证广泛的公民参与 决策方认真听取各方意见 集中明智 促进决策的科学化 公民参与民主决策 离不开社情民意反应制度 专家咨询制度 重大事项社会公事制度 和社会听证制度 等制度的有利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自2008年5月1日起实行 本条例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积极推进政务公开的背景下出台的 它是公民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参与行政管理权利的制度保障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是公民或法人 其他组织依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 具体形式之一 通过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能够有效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依法保证公民更好的行事参与权和监督权 同学们可以结合生活实力 在任务单上尝试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思考该申请表的核心部分 对公民参与民主生活的价值 通过尝试填写申请表 我们可以看出 本条例的出台 使得政府工作更加透明 不仅让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 沟通更加便利 还有助于保障公民依法 获取政府信息 参与行政管理 参与民主生活 行使公民监督权 因此 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民主生活 行使公民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公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公民主动行使监督权 有利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改进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 克服官僚主义 防止难用权利 预防腐败 国家机关通过各种方式推进民主监督 有助于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 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 同时民主监督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保障 民主监督的具体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图片上面说到的信访举报 向人大代表反应问题或提出建议 通过温议 民主选与民主选与民主 民主选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是实现民主权力的重要形式 我们要积极行使民主 我们要积极行使民主权力 参与民主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美好 感谢同学们的倾听 再见 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道德与法治课堂 我是北京市十一学校农越实验中学的王思瑶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参与民主生活第二课时 通过上节课学习 我们了解到 社会发展到今天 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公共权力 自发参与各种公共生活 在大大小小的生活 所事中表达诉求 维护利益 依靠自己的力量 解决社会 生活中的问题 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在现代社会 民主应该成为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主生活的质量和水平 与公民的民主意识 密切相关 因此 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增强自己的民主意识 下面 让我们聚焦社团民主管理 作为学生组织 学生社团实行民主管理 在学生社团管理过程中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 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请进一 社团管理和活动表决 一般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如果你是少数派 你会怎么选择呢 在这里啊 首先要理解 什么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这种思想适用在公共事务上 是处理组织行动的最基本手段 民主是以多数人决定 同时尊重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所以当自己是少数派时 要有责任感和主人瘟意识 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 同时呢 尊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请进二 面对成员间的意见分歧 如果你是社团的负责人 你会怎么选择呢 作为社团负责人 首先要有平等意识 其次呢 要增强分析判断能力 以理性 公正 客观的态度 做出协调 情境三 当社团内部发生意义冲突时 如果你是冲突的一方 你会怎么选择 我们应认识到 每个人都依法享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但是在表达的时候 应该有尊重 包容他人观点的态度 所以 我们要以理性 公正 客观的态度 听持各方的意见 逻辑清晰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协商解决问题 情境四 面对别人批评和建议 如果你是社团负责人 你会怎么选择 我们要知道 重视他人意见 以理性的态度 全面 深刻 辩证的 看问题 社团民主管理 分析告诉我们 公民参与民主生活 要有社会责任感 和主人瘟意识 因以理性 公正 客观的态度 全面 深刻 辩证的 看问题 逆场正确 逻辑清晰的 表达 观点 和意见 逐步 提高 依法 有序 参与民主生活的 能力 同时 需要注意的是 民主生活的要求 并不是 禁锢我们 自由享受 民主生活的权力 而是 为了让我们 更好的 参与到 民主生活中去 在社会生活中 难免会出现一些谣言 对此 人们有不同的态度和观点 贾同学认为 说话权力 包括说错话的权力 对谣言的宽容 本质上是对 说话权力的保护 义同学认为 有些谣言 没有什么大的危害 可以宽容 丙同学认为 谣言终究会 不攻自破 轻者自轻 最好 不干涉 让谣言 自生自灭 丁同学认为 谣言 是没有事实依据 捏照的话 不能传播 同学们 你是否同意 上述观点呢 请说明 你的理由 互联网时代 谣言通过网络传播 速度快 影响面广 旗帜鲜明的 反对各种形式的谣言 我们应该怎么做 对于上述观点的分析 我们需要有 如下认识 首先 我们需要理解 什么是谣言 谣言是指 没有相应事实基础 却被捏照出来 并通过一定手段 推动传播的言论 其次 对于谣言的影响 从法律层面来看 谣言可能会涉及 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 甚至是 行事责任的承担 从道德层面来看 谣言违背道德要求 甚至破坏社会风气 虽然我们提倡宽容 合作和协商的价值观念 但针对谣言 我们不能无原则的宽容 因为宽容并不是 简单容忍他人行为 而应是一种积极正确的态度 作为参与民主生活的守法公民 我们应该懂得合法与非法的界限 互联网作为新的媒体工具 以渗透到现代公民的学习 工作 生活的方方面面 互联网拓宽了公民表达 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渠道 降低了参与的成本 增强了公民民主参与的主动意识 调动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但是网络是把双刃剑 如果运用得当 可以成为新的参与社会生活的平台 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反之呢 也有可能成为不利因素 干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谣言的传播途径之一 就属于后者 应该坚决予以反对 所以 增强民主意识 首先 公民要自觉遵守宪法 始终按照宪法原则和精神 参与民主生活 下面 让我们来看一个生活中的实际案例 中学生小杨 注意到学校里 时常有因受伤主拐杖 或坐轮椅的学生 他们在校园里的行动 非常不便利 因此 小杨和他的同学 成立了学校无障碍设施建设调研小组 开展了相关实践调研 旨在了解学校无障碍环境建设现状 及对学生的影响 从而保障学生权益 促进安全校园的建设 案例中 小杨和同学 行使民主权力的路径 是这样的 首先 为了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调研小组成员 确定了研究议题 关于学校无障碍环境建设 对初中生必要性的研究 及研究对象 其次呢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小杨和同学设计了网络调查问卷 然后 他们开展正式调研 对收集的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和讨论 形成了相关研究报告 并提交给了学校和有关部门 希望有更多的人 关注学校无障碍环境的建设 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通过此次调研 小杨意识到 原来我们在无时无刻参与民主生活 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小杨和同学行使民主权利的过程中 是如何体现增强民主意识的呢 首先 小杨和同学关注并发现 校园里存在的现实问题 客观的提出问题 积极寻找解决措施 尝试运用积累的民主知识 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 征集意见 提出策略 这是用协商的民主态度解决问题 日常生活中 不同人的意见不可能完全一致 但我们可以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 通过协商等方式 形成最佳的方案 这便是增强民主意识的第二点做法 积累民主知识 形成尊重宽容 批评和协商的民主态度 小杨和同学在实践中 通过合法方式 收集调研数据 通过合法途径 提交调研报告 建言宪策 这都是在依法参与公共事务 这个过程 进一步提升呢 小杨和同学的民主意识 所以啊 增强民主意识的第三点 做法就是 通过依法参与公共事务 在实践中 足够增强民主意识 从如何对待谣言 再到来自同龄人 增强民主意识的经验分享 可以看出 增强民主意识的要求是 首先 公民要自觉遵守宪法 始终按照宪法原则 和精神参与民主生活 其次 公民要不断积累民主知识 形成尊重 宽容 批判和协商的民主态度 最后 公民要通过依法参与公共事务 在实践中 足部增强民主意识 一个国家 拥有什么素养的公民 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因此 增强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 对于公民而言 能够提高其公民素养 从国家层面来讲 也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也是社会主义制度 和运用民主治会 通过小组合作 共同设计一个校长小助理选举方案 选举方案主要包括活动目的和规则 选举的程序 选举对象的要求 推荐和投票形式 以及注意事项 选举的程序主要包括五个阶段 一是启动阶段 广而告知 扩大活动影响 二是推荐阶段 确定候选人 三是投票阶段 四是公式阶段 五是接榜阶段 宣布选举结果 每个小组可以通过民主讨论 协商 发挥组员的创壮力 征集不同意见 确定提交最佳方案 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 设计出一个合理的方案 以保证选出最能代表学生意愿的胜任者 同学们 其实选举校长小助理 本身就是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实践 他承认每一个学生拥有平等权 自由权 同学们通过这次活动的方案的制定 不仅有利于大家积极参与民主实践 还有利于大家增进对民主程序的理解 提高民主协商的能力 最后 我们对本节课 进行知识小节 在现代社会 民主应该成为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我们要增强民主意识 一句宪法原则和精神 秉承尊重 宽容 批判和协商的民主态度 按照民主生活要求 依法有适 参与民主实践 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瘟意识 让我们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上 奉献出自己小小的一份力量 做一名守法负责任 参与民主生活的公民吧 感谢同学们的倾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道德与法治课堂 我是北京市十一学校 农业实验中学的王思瑶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复习专题 追求民主价值 我们的课程分为两个环节 首先我们会对第三课 追求民主价值的内容进行知识梳理 然后结合所学 对时政热点问题展开分析 追求民主价值 由生活在新型民主国家 和参与民主生活两框内容组成 从学习中国人民 追求民主价值的历史进程出发 到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 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的目的 就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再到积极参与民主生活 行使民主权力 增强民主意识 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价值追求 同学们 下面我们来对本课学科知识观点进行具体梳理 首先历史上 中国人民对民主价值的追求 经历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近代社会对民主价值的追求 中国共产党以争取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为己任 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懈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与完善 其次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做主 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新型民主 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 最真实 最管用的民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实现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和谐稳定 国家繁荣富翔 第三 从形式上来看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其中 协商民主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特有优势 第四 从制度保障来看 我国建立了一系列切实体现和有效维护人民民主的制度 包括根本政治制度 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 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公民行使民主权力的形式包括民主选举 它是实现民主权力的一种重要形式 第二 民主决策 它是保障人民利益得到充分实现的有效方式 第三 民主监督 它是参与民主生活 行使民主权的具体体现 其次是增强民主意识 我国公民参与民主生活 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主任温意识 以理性公正客观的态度 全面深刻辩证的看问题 立场正确 磨叽清晰的表达观点和意见 足够提高依法有序 参与民主生活的能力 最后是增强民主意识的途径 其学科观点主要从遵守宪法 民主态度和依法实践三个层次进行分析 其中包括 首先公民要自觉遵守宪法 始终按照宪法原则和精神参与民主生活 其次公民要不断积累民主支持 形成尊重宽容批判和协商的民主态度 最后公民要通过依法参与公共事务 在实践中足部增强民主意识 关于学科核心观点 首先应该了解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选举民主是保障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 而协商民主呢 协商民主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他推动人民内部各方面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 这体现呢 有事好商量 欲事多商量 做事多商量的原则 两种民主形式在运行方式上有所不同 如选举民主为表决投票 协商民主为沟通磋商 以及在表达民意上有所不同 如选举民主是选票 而协商民主是平等交流 2014年9月21日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 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在中国 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 相互否定的 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 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我们需要掌握的第二个学科核心观点是 增强民主意识的途径 首先公民要自觉遵守宪法 始终按照宪法原则和精神 参与民主生活 其次公民要不断积累民主知识 形成尊重宽容批判和协商的民主态度 最后公民要通过依法参与公共事务 在实践中足部增强民主意识 关于第三课追求民主价值 将从三个时事热点案例展开分析 首先民主政治的相关热点 是本课内容常出现的话题 如免会 民主制度 人大代表的具体内容 这些都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案例一中的时事新闻就来自2020年 免会关于人大代表的民主生活 其主要介绍了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基层干部 是从事汉奸工作32年的特级技师 是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摸爬滚打了30年的土位代表 是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建言献策的代表委员 他们脚上沾着泥土 心中装着责任 把身子扑下去 把民意盖上来 不怕艰难险阻 只求与职尽责 那些调研路上沾满泥土的脚印 那些传递民情民意的声音 那些推动国家政策出台实施的建议 都会制成中国民主的印记 在该案例一中 不仅体现了人大代表们通过集中民智 充分协商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 协商民主 也让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 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 最真实 最管用的民主 其次 对于从材料中直接摘取语句 进行解析 是道德与法治学课中常见的一种问题形式 如此处做事 理解中国民主的印记 同学们面对该类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带着问题去研读材料 你会发现材料中会对其进行具体解释 如材料中的关键词 把民意带上来 调研 以及传递民情民意 这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本质特征和具体特点 第二类时事热点 为经典民言警句 或相关民主政策 我们同学需要结合所学知识 准确理解这些民言警句 或相关民主政策 如2014年9月21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做摆设的 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 这句名言就展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和作用 再比如2019年9月20日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 即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是人民民主的真理 这段话则是强调 社会主义民主中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保障 以及协商民主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第三则是聚焦到公民生活 参与民主实践的相关话题 现代社会参与民主实践活动 主要是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途径 如近期关于十四五规划 编制征集相关意见的网络问证线上活动 对于内似的问题 我们应该从材料中找到具体形式 民主权利的形式 如案例三中提到 2019年网民留言总量近五十万件 各级领导干部回应落实近四十万件 这是公民积极行使民主监督权的表现 不仅有利于国家工作人员改进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 也有助于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 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 而从政府角度来看 政府机关为公民创造了网络问证的机会 从而推动人民内部各方的决策之前 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充分协商 这有利于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科学性和时效性 而线下更多体现在社区 单位组织民主选举 听证会 监督等 通过线上与线下参与民主实践的活动 这都是公民行使民主权益的具体渠道方式 下面我们通过观看视频 了解常见的社区居民意识实践活动 我们是2008年开始加入下参与医师台的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听名声 插名誉 见名忧 通过你义我讲 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组织了下参与医师台 把居民的呼声 把上面的要求 大家集合起来 在为社区 为居委会 做一件事 这里是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 这棵香樟树是新海社区居民夏天 消暑纳粮的好地方 也是新海镇香樟圆意识堂所在地 香樟圆意识堂 是一个及参政议政民主监督 社区管理于一体的社区基层协商组织 它在社区党总支的领导下 规定每月十五日为香樟圆意识二 商讨小区环境 时事工程和文明建设等 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 党的十八代以来 香樟圆意识堂 共协商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和社区管理事务150多起 成功解决了一大批 社区管理中的极难仇问题 成为了基层社区化解矛盾 提高治理水平的一个典型 类似于新海镇香樟圆意识堂 这样的基层协商组织 全国各地大量存在不计其数 我们不只是协商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 还包括党和国家的重大方政政策和重要事务 如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 重大人事安排 重要法律法规等 毛主席曾指出 我们的政府就是商量政府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向浦东开发开放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 都是党和政府 在广泛吸收党外人士意见建议基础上 做出的重大决策 也都是广泛协商的结果 我国已经形成了程序合理 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 产生了政党协商 人大协商 政府协商 政协协商 人民团体协商 基层协商 和社会组织协商 七种协商形式 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 中共中央召开 或委托中央统装部召开 各类协商会 座谈会 情况通报会 共一百零九次 其中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二十一次 平均每年 主持召开四至五次 十二届全国政协期间 共召开全体会议五次 常委会二十五次 双周协商座谈会七十六次 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 民主不是装饰品 要用来解决 人民要解决的问题 同学们 该视频 生动形象地展示了 公民在线下社区参与民主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 这不仅体现发展协商民主 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的重要性 同时也启示我们 作为现代公民 我们需要增强民主意识 使民主思想和法治精神成为信仰 积极依法参与公共事务 在实践中足够增强民主意识 同学们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复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倾听 再见 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道德与法治课堂 我是北京市十一学校龙岳实验中学的郭诚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夯实法治基础 请同学们认真观察以上真实生活场景的图片 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保证了社会生活安全有序和自由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以下几张图片 它们分别是交通井然有序 食品监察人员食品安全督察 行政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 司法人员依法公正审判 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生活场景的共性是 执法机关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依法办事 公民遵守法律 国家公职人员及公民 虽然他们的角色不同 但都在法治框架下行为 保证了社会生活安全有序和自由 法治意味着依法治理 现在让我们通过具体的法律 分析法治的价值 2020年5月28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也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在法律体系中居基础性地位 民法典的通过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里程碑 它即将走进你我的生活 在经济、社会方方面面 发挥着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 下面就让我们以民法典和小明的故事为例 深入地探讨法治的价值 这是小明的人生时间轴 依据民法典规定 当他还是胎儿时 就有了继承、接受、赠语的权利 上学期间小明有了发明创造 成果也受到承认和保护 之后工作、结婚、生育直到去世 小明的各项民事权利都受到了民法典的保障 民法典从胎儿权益保护 到婚姻无过错方的保护 再到强调立以主人的真实意愿 对于个人权利实现了从出生到坟墓的全面保护 民法典赋予并保障了人们享有广泛的民事权利和自由 小明和家人出去旅游 在宾馆房间里发现了摄像头 小明立即报警 宾馆被处罚 并对小明一家给予赔偿 小明和家人的隐私权得到了保护 因为我国民法典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进入拍摄 亏是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此案例说明了 法律赋予人们各项权利和自由 法治保障了人们享有权利和自由 使人们有尊严的生活 小明的爷爷来看望他 走到小区楼下时 被一个高空坠下的水瓶砸晕 小明立即报警 警方查明了责任人 小明的爷爷获得了赔偿 其生命健康权得到保证 在我国民法典中明确规定 从建筑物中抛制物品 或者从建筑物中坠落的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此案例说明 法律赋予人们各项权利和自由 法治保障人们享有权利和自由 使人们安全的生活 通过观察生活中的场景 与学习法律规范发现 民法典和其他法律 一起守护着我们的生活 各位同学作为未成年人 鉴于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 法律还做了专门的保护 如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义务教育法 反家庭暴力法等 正是因为生活在法治社会 法治能够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秩序 让人们建立起基本稳定 持续的生活预期 保障人们在社会各个领域 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使人们安全有尊严的生活 追求并奉行法治 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各国的共识 法治既是一个名词 又是一个动词 即意味着依法治理 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深刻地理解 法治的内涵呢? 法治要求实行良法之治 以民法典为例 我们可以理解何为良法之治 民法典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 它代表人民行使国家公权力 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 民法典对现行七部 民事单刑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定 转修和完善 这样的法律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 更加适应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保障各民事主体 享有更多更宽的行为自由 维护公民基本权力 符合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 促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 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 反映社会发展规律 维护公民基本权力 符合社会发展公平正义 促进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法律 就是两法 有法律制度不等于有法治 法治还要求实行善治 就是将法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 通过赋予公众更多的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和权利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 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 以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这指的是善治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 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这指的是良法之治 法治意味着依法治理 法治要求实行良法之治 还要实行善治 下面请同学们阅读材料 结合法治和人治思维的区别 分析我国为什么要选择走法治道路呢 其实从治理依据看 人治思维的本质是主张人高于法或权大于法 法治思维认为国家的法律是治国理政的基本依据 从治理方式上看 人治思维默示规则 人治思维的普遍的普遍适用性 按照个人意志和情感进行治理 具有极大的任意性和非理性 从权威依据上来看 人治思维奉行个人的意志为最高权威 法治思维以法律为最高权威 通过比较分析 我们发现 法治思维更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符合公平正义要求 促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 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 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回望历史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 1840年以后 许多人人治世 逐渐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 在于封建专制制度 变法改制成为旧王图存 国家振兴的必然选择 直到新中国的成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才走上了一条 探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道路 党和政府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努力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 在人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之间 做出了明确的取舍 请同学们阅读材料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 关于法治的论运进一步思考和理解法治的重要性 邓小平的这段话出自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治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 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江泽民的这段话出自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 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 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 应当相互结合 统一 发挥作用 胡锦涛的这段话出自在首都各界 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县治国 依法治政首先要依县治政 宪法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 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 习近平的这段话出自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 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 平衡社会利益 调节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行为 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通过阅读材料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 在治国理政的进程中 已经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意义 避免人治 必须实行法治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是相互联系 相互补充的 宪法法律在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更加强调了 法治对国家治理与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可见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走法治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这一观点的得出不仅仅基于历史的回顾 也是在我国建立发展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所体现的 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国实际的法治道路 既是世界发展的大势 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更是人民殷切的期望 社会因法治而进步 全民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同学们 你们所期待的法治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 请观看视频 并在任务单上描绘你心目中波澜壮阔的法治蓝图 这是一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向未来建设法治中国的任务书和路线图 蓝图壮丽 任务繁重 路径清晰 在这份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表述 格外引人注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一体建设 实现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目标的提出 它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首先就是向国内外 释放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信号 这就是我们要坚定不易地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第二点 也明确了 就是在法治建设过程中 我们要有一个 总览全局牵引国防的总抓手 这个总抓手 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我们所有的法治工作 都要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这样一个总抓手而展开 所以这个总目标可以说 具有刚举目章的作用 美好的法治蓝图 呈现在我们面前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从内容、方法、主体上 都做了系统而完备的论述 建设法治中国 要努力使每一项立法 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 每一部法律都得到严格执行 每一个司法案件 都体现公平正义 使每一位公民 都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 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道路决定命运 道路引领未来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知道了法治的内涵 包括良法之治和实行善治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走法治道路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社会因法治而进步 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让我们共同砥砺奋进 不忘初心 把美好的蓝图变为身边的现实 感谢同学们的倾听 再见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道德与法治课堂 我是北京市十一学校 龙岳实验中学的王丽莎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 凝聚法治共识第一课试 同学们 课程在正式开始之前 让我们一起观看 法治中国第三集 依法行政的一个片段 初步了解一下法治政府 两千多年前 商鞅推行一系列新法令 助力秦国 复国强兵 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 对于施政治国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法治犹如天平 一边是公共权利 一边是公民权利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 只有政府带头 有法必依 严格执法 国家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 有序发展 2014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 就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情况 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做说明时指出 各级政府 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 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 加快建设职能科学 权责法定 执法严明 公开公正 连结高效 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 首先要执权法定 推进政府机构 职能权限程序和责任法定化 厘清权利的边界 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 建设法治政府 就要用刚性的决策程序 套住行政权利的轮头 使依法决策 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 规范 规范执法行为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执法的严格 公正文明 始终是党和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滋滋以求的目标 政府的权利来自人民 政府行使权利要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 建设法治政府就要强化对行政权利的制约和监督 确保其在法治的轮道上运行 当全面深化改革 有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当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成为自觉选择 法治的引领和规范 必将不断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人民群众也将收获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老百姓异地办理身份证 不用来回奔波了 一些长期无户口的人 可以登记户口了 很多群众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每条河流要有河掌了 这一切让我们感到欣慰 政府既是人民的公图 也要成为守法的榜样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 政府例行法治的示范作用尤为关键 全面小夯的脚步渐行渐进 人民群众的期待 因怯而热力 雄冠慢道 抵立前行 让我们不忘初心 不懈奋斗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看过这段视频以后啊 相信大家对于法治政府 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那现在让我们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来讲一讲 进一步理解法治政府的作用吧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现实生活当中的情境 那在生活当中呢 人们经常啊 与政府打交道 那么现在 请大家运用你的经验呢 想一想 思考一下 当遇到以下情境的时候 你应该找哪个政府部门呢 第一个情境 是宁宁发现红绿灯坏了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那据我们所知啊 红绿灯是城市交通设施 所以应该归交通管理部门 来看第二个情境 爸爸想开一家小吃店 那他需要什么呢 需要办理营业执照等手续 所以需要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第三个情境 是初中生灵灵 被父母要求辍学去打工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呢 灵灵的受教育权受到了侵犯 可以向教育部门寻求帮助 第四个情境 是壮壮发现 有人乱砍乱发树木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向理业部门监举 第五个情境 是表哥要和女朋友领结婚证 那这样一个情况下 就需要双方一起 到一方常住户口的 区县级市民政局的 婚姻登记相关部门 提出申请 接民政部门 那从以上的情境啊 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的日常生活 离不开政府的管理与服务 来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看这四张图片 一起换一种思考方式 那分别反映的是 维护社会治安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保障义务教育 以及保障百姓住房 都从不同的方面 展示了我国政府 不同的职能 那让大家选择任意一个场景 咱们进行分析一下 人民政府 到底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 我们来挨个分析一下 同学们 是否都得出了自己的分析结论了呢 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 让我们带着问题 以保障义务教育为例 进行具体的分析 受教育权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我国保障义务教育方面 2015年颁布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的通知规定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政策 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 免除学杂费 免费提供教科书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 补助生活费 民办学校学生 免除学答费标准 按照中央确定的 生菌公用经费基准定额 执行 免费教科书资金 国家规定课程 由中央全额承担 含出版发行少数民族 文字教材 亏损补贴 地方课程 由地方承担 由此可见 政府采取的措施 推进义务教育更好的实施 保障了公民平等地享有 受教育的权利 促进了社会公平和正义 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表现 那么在我国 政府的作用是管理社会生活 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的权利来源于人民 政府的宗旨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政府的工作要对人民负责 为人民牟利 在2004年 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 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经过十年左右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201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至2020年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 首次就法治政府建设联合发文 指出法治政府的总体目标是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到2020年 基本建成 职能科学 全则法定 执法严明 公开公正 连结高效 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这与党的十八大精神中的 法治政府概念一脉相承 党的十九大还提出 到2035年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基本建成 那阅读了以上的材料 大家一起想一下 法治政府的含例 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 根据材料的分析和阅读 我们应该明白 法治政府 就是按照法治原则 运作的政府 政府的各项权力 都应该在法治的轨道上 去运行 而且 法治政府建设 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也是 全党 全国 全社会的事 我们知道 政府依法行政 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依法行政 是现代法治政府 行使权力 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依法行政的核心 是规范政府的行政权 但是 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 怎样规范政府的行政权呢 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一起进入 下一个材料的分析 在2014年 天津夏季 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 国务院总理提出 政府要建立三张清单制度 用清单 明确政府的权责 即拿出权力清单 明确政府该做什么 做到法无授权 不可为 即清单所涵盖的范围 就是政府权力的合法行使范围 把不该有的权力 坚决地拦在清单之外 给出负面清单 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 做到法无禁止 皆可为 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 行业 行业 领域 业务等 各类市场主体 皆可依法平等的进入 理出责任清单 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 做到法定责任 必须为 即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 逐一厘清与行政职权 相对应的责任事项 建立责任清单 明确责任主体 健全问责机制 我们读过材料以后 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 三张清单 是怎样规范政府的行政权的呢 通过材料的阅读 我们对三张清单的内涵 有了初步的了解 也明确了 我国是通过建立权力清单 和相应责任清单制度 进一步明确 地方各级政府部门 职责权限 大力推动减证放权 加快形成 边界清晰 分工合理 权责一致 运转高效 依法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 和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 制约协调机制 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以上材料 让我们去解读 我们能够理解 和感受到 我国一直在坚持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的地位 是现代法治政府 行使权力 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要求是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在行使行政权力 管理公共事务时 必须由宪法和法律授权 并且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正确行使权力 核心是 规范政府的行政权 李克强总理指出 政务公开是惯例 不公开才是例外 要让群众对政务公开了解 像扫二维码一样简单 国办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实施细则的通知 要求将政务公开 落到实处 细则要求 要着力推进 五公开 强化政策解读 积极回应关切 加强平台建设 扩大公众参与 加强组织领导 将政务公开 落到实处 请大家开动脑筋 一起想一想 这则材料说明了什么 通过我们一起分析 一起阅读 我们深刻的感受到 我国在促进 依法行政的道路上 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践行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执政为民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打造法治政府 阳光政府 从公民的角度来说 发挥公民参与 监督的作用 促进政府 依法行政 现在我们一起做一个小节 要想依法行政 第一部分 就是要求政府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 促进政府决策 科学化和民主化 第二部分是 公民也要积极的参与 献计献策 主动的去监督 以促进政府 依法行政 那公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建议献策 监督政府呢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阅读 下一则材料 在我国 互联网加政务服务 是一种推动 法治政府 创新政府 连接政府 服务型政府建设 便于公民参与 和监督的新形式 它架起了 沟通政府 与社会的桥梁 互联网加政务服务 能够把法律 法规 规章 及时地 向社会传递普及 推送群众 最关注的 信息和服务 例如 公民可以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查看 相关的政策 法规 通过 我向总理 说句话板块 国务院 您身边的 中央人民政府 手机应用程序 页面上的 投诉举报 我有建议板块 参与和监督 政府的行为 同学们 屏幕前的你 除了材料 和大家说的方式以外 你还知道哪些 监督政府行为的渠道呢 老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例如 12345 政府热线 已经在多个省市开通 公民既可以登陆 本地的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网站 给自己所在的地区 建言献策 也可以致电12345 进行投诉 和提出建议 也可以通过登陆 各地政府网站等途径 建言献策 以上的种种例子 都可以看出 坚持依法行政 我国政府 在不断拓宽 监督新的渠道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使政府真正做到 为人民服务 同时 作为公民 我们也要通过 合理的渠道和途径 监督政府的行为 促进政府 依法行政 同学们听过这样一句话吗 天下之事 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治必行 这句话告诉我们 严格依法行政 就要做到 防范行政权力的滥用 保障政府行为 不缺位 不阅位 不错位 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力 和自由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 政府依法执政 守法诚信 才能强化 人们对法律和制度的信仰 真正提高政府公信力 从而带动全社会 遵法守法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进程 回过头来 我们来对本节课 进行一个小节 法治政府基本建成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一个重要目标 建设法治政府 需要坚持依法行政 推进政务公开 防范权力滥用 法治政府的建成 必将使政府 更加充分发挥 管理和服务的作用 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好的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倾听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 道德与法治课堂 我是北京市十一学校 隆岳实验中学的 王丽莎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 凝聚法治共识 第二课试 凝聚法治共识 第一课试 法治政府的学习 我们明确懂得 政府既使人民的公仆 对人民负责 为人民谋利益 也要成为守法的榜样 做到依法行政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 政府 例行法治的示范作用 尤为关键 可以带动全社会 遵法守法 例行法治 那么 如何做到例行法治呢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现在我们一起看图说话 让我们一起来提取 图片当中的信息 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根据图片显示 我们可以看出 一个人挑着权力和义务 走在由宪法和法律围成的范围里 这说明 例行法治 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 共同要求 要求全体社会成员 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行使权力 律行义务 这体现了例行法治的内涵 同时也启示我们 全面依法治国 必须坚持例行法治 那么 例行法治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下面我们进入 下一话题 让我们一起 在图片中 任意选择一个主体 谈谈他们 是如何立行法治的 通过图片的分析 以及 以学知识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到 各主体 立行法治的侧重点 是不同的 例如 立法机关强调 科学立法 行政机关强调 严格执法 司法机关强调 公正司法 公民强调 遵法 守法 企业强调 依法经营 虽然 不同主体 立行法治的侧重点 不一样 但是 在遵法 守法上 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 我们要立行法治 就是要推进 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这也是 立行法治的 内容要求 既涵盖了 立法 执法 司法 和守法的 主要环节 又明确了 每个环节的 重点要求 那现在 我们就 公民这一主体 展开具体分析 我们来看一看 在现实生活中 立行法治 对于公民守法的程度 有着怎样的 具体要求呢 大家请看 贾 乙 丙 丁 这四位同学 他们分别 从各自的角度 说出了 他们对于 守法的认识 贾说 我守法 是因为有 法律的规定 不能违法 乙说 我守法 是因为违法 会带来很多麻烦 不愿意违法 丙说 我守法 是因为我害怕 我不敢违法 丁说 我守法 是因为有法律 才有自由 我选择 自觉守法 那么现在 我们一起谈一谈 对于守法 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从这四位同学的 守法认知当中 我们能够明确看到 不敢违法 不能违法 不愿违法 和自觉守法 这四个守法层次 其中 丙同学 由于害怕 受到法律的 强制性惩罚 而守法 这是公民 对法律的 被动服从 这是法制 对公民 在守法上的 最低要求 乙同学 因为违法 会带来很多麻烦 而不愿意违法 不是出于 对法律的尊重 而守法 这也是一种 守法的 较低水平 甲同学 因为有法律的规定 而不能违法 他体现的是 公民 对法律制度的认同 以及基于 对法律的了解 而对自己行为 结果的 一个预测 能够用法律 指引自己的行为 是公民 对守法的 一般感性认同 丁同学 因为有法律 才有自由 所以选择 自觉守法 这体现的是 公民 对法制的信仰 和尊崇 是公民 对守法的 高度自觉 和理性认同 自觉守法 是全民守法的 最高层次 是法制社会的 应然状态 也是最难达到的 一个境界 以上 这四位同学 将现实生活中 公民守法的状态 表现得 淋漓尽致 但是 在全面依法制国下的 例行法制 要求公民 应该 相信法律 遵从法律 爱护法律 把法制 作为 基本的 生活方式 结合 对于 以上情境的分析 启示我们 要从内心 去拥护 和信仰法律 将守法 义务 落实到公民的日常 一言一行中 增强 力行法制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努力使自己 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的 忠实崇尚者 自觉 遵守者 坚定 捍卫者 所以 作为公民 我们 要增强 遵法 学法 守法 用法 的意识 弘扬 法制精神 强化 规则 意识 树立正确的 权力 义务观念 刚刚 我们 以公民为主体 进行了 深入的剖析 现在 我们要换一种角度 去分析 例行法制 对于政府 及其工作人员的 执法 又有着怎样的 具体要求呢 让我们仔细观察 图片当中的 这位交警 他的穿戴细节 以及 交警兼配 执法记录仪的 小字说明 同时 我们一起阅读 交警系统 执法记录仪 使用管理规定 规定要求 交通警察 在道路上 执勤 查处交通 违法行为 处理交通事故 以及从事驾驶人考试 和机动车查验试 应当佩戴 使用执法记录仪 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客观真实地 记录执勤执法 工作情况 及相关证据 大家根据图片的提取 以及材料给出的解读 想一想 交警执法 为什么要使用 执法记录仪啊 为什么要颁布交警系统 执法记录仪 使用管理规定呢 大家在想的过程当中 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 执法记录仪 在交警执法过程中的作用 以及颁布规定的一些意义 给同学们做一下参考 执法记录仪是具有录像 照相 录音等功能 用于记录交通警察 执勤执法办案过程的便携式设备 交警执法使用执法记录仪 可以及时收集固定证据 还原事件真相 保障民警的合法权益 警示威慑 违法行为人 自觉遵守 法律规定 颁布交警系统 执法记录仪 使用管理规定 可以监督规范 民警执法行为 促使其文明执法 公正执法 大家经过思考和讨论 以及参考老师的解读 相信都能够了解 例行法治下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应该如何执法 我们也来做一个小小的梳理 交警使用执法记录仪 可以充分发挥执法记录仪的 执法监督和固定证据的作用 同时也是执法人员 遵守法律的表现 例行法治 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要求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也不例外 他们不仅要带头守法 更要成为普通公民 遵法守法的表率 所以 作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应该率先做遵法守法的榜样 带动全体公民共同守法 如果你所在地区的一线交警 在道路上执勤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处理交通事故时 没有佩戴使用执法记录仪 进行全程录音录像时 学生可针对交警的行为 拨打12389 或向其所在的公安局提出投诉 监督其依法行政 这也是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的表现 前面 我们从守法和执法的角度 解读了例行法治的具体要求 现在我们转变一下思维 从社会文化环境的角度出发 去探讨 例行法治 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呢 大家和老师一起阅读老杨的故事 想一想 老杨的故事 对于我们做守法公民 共同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 有哪些启示呢 二十多年前 老杨的女儿被单位无理由的辞退了 老杨自学法律 将该单位告上法庭 最终打赢了官司 此后老杨坚持学习法律 搜集了50多万字的案例和法律知识材料 为求助者提供法律咨询 义务为群众解答各种法律问题 为许多当事人讨回了公道 2014年 老杨被评为守法好公民 老杨说 当个人的利益受到侵害 而不去积极维权 依法合理表达诉求时 那么最终损害的 还是集体的利益 材料当中 体现出我们的法治社会 要求公民权力意识 民主意识的觉醒 这种意识觉醒以后 社会民众会对立法和司法 具有更大的热情 从而反过来 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动力 当女儿被单位无理由辞退的时候 老杨信仰法律 学习法律 用法律手段 维护了女儿的合法权益 帮助女儿维权成功 也激发了老杨 深入学习法律的热情 进而运用法律 帮助他人维权 带动更多的人 遵法守法 促进了社会 法治文化环境的建设 因此 要努力培养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在全社会形成 遵法 学法 守法 用法的良好氛围 只有当法治精神 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重视 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 才能成为现实 所以 守法公民 老杨的故事 启示我们 当个人利益 受到侵害时 要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 通过合法的途径 表达诉求 可以运用法律 帮助他人 共同营造法治文化环境 法治文化环境的建设 离不开每一位守法公民的 积极参与 中学生的我们 不仅仅是法治教育的学习者 更应成长为 法治教育的宣传者 将自己所学 回馈社会 帮助他人 成为营造法治文化环境 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力量 所以 例行法治 需要加强法治宣传 弘扬法治精神 共同营造良好的 法治文化环境 在全社会鲜明地 树立起守法光荣 违法可耻的 法治文化导向 这种文化导向 既是道德的体现 更是法律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探讨 例行法治下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吧 大家和老师一起阅读 大评上的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法律是准绳 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 道德是基石 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 同时 我们一起观看视频 法治中国纪录片片段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进一步理解 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 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理法并施 德法兼容 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探索形成的 社会治理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治理国家 治理社会 必须一手抓法治 一手抓德治 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 又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 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 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体现出社会主义法治的鲜明中国特色 2016年12月9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勇 走进中南海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7次集体学习中 讲解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盛世 盛世的形成有一个基本特征 那就是道德法律共同治理 道德引导民心 导民向善 法律规制社会 调整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法治道路 要体现法律和道德相结合 体现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扎根中国现实 弘扬民族优秀传统 既是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总结 也是当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必有之路 同学们结合习总书记的讲话 以及观看视频 老师相信大家都对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认识 现在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相应的内容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边总则第八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十条 处理民事纠纷 应当按照法律 法律没有规定的 可以适用习惯 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这两条规定体现了对公序良俗的尊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一规定 在法律制度上实现了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 第184条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一规定是对道德行为的鼓励 旨在倡导乐于助人 见义勇为的精神 引领人们在他人的危急时刻 伸出援助之手 同学们 下面我们来一起进行一下小节和梳理 总结一下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国家和社会的治理 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 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 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 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 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 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 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 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 例行法治要坚持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结合以上所学 我们对本节课做一个整体的结论 坚持例行法治 要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例行法治 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 公民增强遵法 学法 守法 用法意识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做遵法 守法的榜样 社会 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 法治和德治 相结合 法治 既是崇高的社会理想 也是伟大的社会实践和长期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建设法治中国 任重而道远 让我们为实现法治理想而努力奋斗吧 好的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倾听 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道德与法治课堂 我是北京市十一学校 龙岳实验中学的高则一老师 今天我们学习的专题是 建设法治中国 我们将从知识梳理和学以致用 两个方面来进行专题学习 第一部分是知识梳理 我们将梳理专题的基础知识 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 第二部分是学以致用 我们一起运用学科观点来解释 分析当前社会的实证热点 首先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梳理一下 本课的主要学科观点框架图 这一课是从夯实法治基础 和凝聚法治共识两个角度 为我们解读了法治中国建设 本课一共有两个矿题 每个矿题分别有两目 在夯实法治基础矿题中 分别有选择法治道路 和描绘法治蓝图两目 在凝聚法治共识框题中 分别有法治政府和力行法治两目 围绕以上内容 老师和大家一起总结了五个关键词 它们分别是 法治 全面依法治国 法治政府 力行法治 法治与德治 我们通过梳理五个关键词的核心知识点 进行共同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关键词 法治 这里我们分别从法治的内涵 法治的要求 以及法治的重要性 三个方面进行梳理 法治内涵是什么呢 法治意味着依法治理 法治的要求一共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实行梁法治治 另一方面要求实行善治 梁法治治中的梁法 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 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 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符合公平正义要求 促进人与社会共同发展 善治则要求法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通过赋予公民更多的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和权力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法治道路呢 这就要从法治的重要性谈起了 同学们 法治的重要性一共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 法治能够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秩序 让人们建立起基本 稳定 持续的生活预期 保障人们在社会各个领域 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使人们安全 有尊严的生活 其次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是发展市场经济 实现强国富民的基本保障 是解决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方式 法治是中国经历长期封建专制之后的历史选择 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积极探索 并推进法治建设之路 走法治道路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下面我们学习第二个关键词 全面依法治国 我们知道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 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2012年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们还知道 社会因法治而进步 全面依法治国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并且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对中国法治建设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汇救了中国法治新蓝图 这张蓝图 首先明确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那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同时提出五个体系 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同时提出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一体建设 实现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那么如何建设法治中国呢 有这样如下几项要求 建设法治中国 要努力使每一项立法 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 使每一部法律 法规都得到严格执行 使每一个司法案件 都体现公平正义 使每一位公民 都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 自觉遵守者 和坚定捍卫者 第三个关键词 是法治政府 我们先来看 法治政府的内涵 法治政府 是按照 法治原则运作的政府 政府的各项权力 都应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法治政府建设的 基本准则是什么呢 现代法治政府 最后 我们看一下 政府如何 和依法行政呢 也就是如何建设法治政府 首先 建设法治政府 再次明确提出 要依法行政 防范行政权力滥用 维护 我们必须在宪法 我们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 主体要求 主体要求 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公民 增强 遵法 学法 守法 用法意识 弘扬法治精神 强化规则意识 树立正确的 权力义务观念 第二 各级党和政府 及其工作人员 要带头 遵法 学法 守法 用法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 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 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三 全社会加强法治宣传 弘扬法治精神 共同营造良好的 法治文化环境 坚持依法治国 与以德治国 相结合 最后 我们来学习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国家和社会治理 需要法律和道德 共同发挥作用 既重视发挥 法律的规范作用 又重视发挥 道德的教化作用 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 强化法律 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 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 强化道德 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所以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 法治与德治 相得一张 同学们 在复习了本课的主要学科知识后 我们需要将所学到的内容 用于解决问题 首先 我们可以运用所学来进行观点的辨析 例如 小丽这样说 我国法律体系完善就等于法治 同学们 你们觉得这个观点正确吗 我们共同讨论一下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有了法律制度 不等于有了法治 法治是依法治理 要求实行良法之治 还要求实行善治 其次 有了法律体系 只是实现了科学立法 做到了有法可依 但不等于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所以 小丽这样说 我国法律体系完善 就等于法治 是错误的 在复习了本课的主要学科知识后 我们还可以尝试运用所学知识 阅读理解相关材料 回答相关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段材料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保障社会安定有序 2020年1月起 我国有关部门 先后发布了 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 关于依法惩治防害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 国境卫生检疫工作 医法惩治防害国境 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 2020年4月 全国人大正式启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的修改工作 请同学们运用 依法治国相关知识 谈谈对材料的理解 好 同学们在阅读完材料后 联想到了哪些 依法治国的相关学科知识呢 屏幕前面的你们 对这段材料 都是怎么理解的呢 让我们来一起讨论 学习一下 我国先后颁布的这些法律法规 如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 关于依法惩治 妨害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 检疫工作 依法惩治 妨害国境卫生 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等等 体现了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科学立法的要求 我们的国家 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保障社会安定有序 正在积极完善 我国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此外 我们国家以宪法为统领 此前就已颁布并实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 传染病防治法 国境卫生检疫法 动物防疫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医药法等 这些法律法规 被依法防疫 奠定了法治基础 做到了有法可益 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个材料 通过学科知识 平息观点 2020年2月28日下午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举行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蓝向东通报 北京西城孙某 张贴散发宣传材料 以为抗击新冠肺炎募捐为由 甲介市希望工程管理办公室 志愿者协会之名 骗取他人给个人账户转账 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以诈骗罪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 依法向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请同学们运用所学知识 平息材料2的内容 通过阅读材料 同学们可以了解到 这是疫情期间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则真实案件 北京市西城孙某 以为抗击新冠肺炎募捐为由 甲介市希望工程管理办公室 志愿者协会之名 骗取他人给个人账户转账 我们可以想到 以抗击疫情为由 虚假募捐的这些行为 给我们正常的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和负面影响 这不仅是不负责任的不道德行为 更是缺乏法治意识 为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的违法行为 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材料中还提到 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以诈骗罪追究被告人 刑事责任 依法向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我们看到 检察院依法追究被告人 刑事责任 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 所以在材料二中 我们可以分别从司法机关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等不同角度 来分析这段材料 加深对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中国内容的理解 最后 我们还可以总结这则案例 对我们青少年的启发 作为青少年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应该 遵法 学法 守法 用法 即尊重法律 学习法律 遵守法律 学会运用法律 并且能够依法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 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 抗击疫情 全民守法 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最后 请大家阅读第三段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二条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 一切单位和个人 必须接受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 检验 采集样本 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 如实提供相关情况 同学们阅读完材料后 请取出两个 公民积极配合国家 进行疫情防控的 可行措施 首先 同学们知道 积极配合国家 进行疫情防控 是公民要履行的 基本义务 作为公民 我们积极配合国家 进行疫情防控的 可行措施 其实有很多种 例如 同学们因为 疫情防控需求 进行居家学习 完成学业要求 在外出的时候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佩戴口罩 勤洗手 多通风 不去人多的地方 再比如 公民还应该如实申报 本人的健康状况 切勿采取瞒报 谎报 服药降温等隐瞒 欺骗手段 还有 归国的留学生 严格遵守规定 自觉进行隔离 进行核酸检测的行为 这些都是公民 积极配合国家 疫情防控的 可行措施 除此之外 你们还能想到 哪些可行措施呢 好 今天我们从知识梳理 和学以致用两个环节 复习了 建设法治中国这个专题 希望同学们 在学习完这一课内容后 能够对建设法治中国 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同学参加 同学们 再见 谢谢大家